各位好 欢迎收看 2023年8月13号的 星期天的新闻大白话 首先介绍两点钟的评论嘉宾 先介绍资深媒体人黄阳明 大家午安 立法委员王鸿威 上车好 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毛嘉庆 上车高好 大家好 欢迎嘉庆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的部分 在总统大选选情 各路人马的表现 先来看侯友宜 侯友宜这两天 可以说是深入中南部 在绿营的部分的 基本坛的所在地 那么特别在高雄的造势场 非常不容易 但是还是想尽办法 那么集结了有2000多人 那么这2000多人当中 大进场还是感受到了 蓝营支持者当中的 这种支持跟呼声 走了5分钟才上台 那么所以但侯友宜在现场 还是炮轰了 那么说 如果我们继续宠民进党的话 人民都在哭 当然在南部除了现场之外 来南部当然最重要 是侯友宜的地方势力的整合 比如说王金平 那么王金平在这场造势的场会上 是缺席的 因为他有事 只不过在稍早的早餐会 他们倒是碰面好好聊了一下 那么侯友宜这次在高雄 第二次的会面 而且这次会面当中 王金平也非常慷慨的合体喊动算 没有任何的遮遮掩掩 那么这些拜会跟肇事活动 那么尤其在临皇宫的这一场 那么王金平当然是没有办法出席 但无论如何还是展现了 我们看底下就侯友宜接地气的这一面 那么这一面当中到台南 先前到台南的时候 他展现了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我都不会 那么把那个磕 偶尔的那个磕拨开的这个技巧 而且一边拨一边谈 这个南部地区的光电 他才都要与民沟通 所以这种清明的感觉 是最近侯友宜除了核电推出政策之外 也开始展现他这些清明的一些状态 而且清明状态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是他自己阵营 这个部分不是媒体拍的 是他自己阵营拍摄的这些 更多的在脸书上出现 比如说我们来看 他在这个整个过程里头 有个漏网镜头 那么他是参拜大甲 妈祖的时候这个 从侧面离开 那么看到其实随行人员 没有吃菱角 哇 这边菱角 我好喜欢吃菱角 这个菱角 他就立刻分给随行人员 吃大战菱角 是台湾的坚果 我们来听一听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 链角 链角 还好吃链角 问一下他把 台湾的坚果 我看看会不会好 这就是我的坚果 最棒的营养 看得出来短视频出手了 这是侯振营当中 开始进行的这些的 可以说是展现他形象的一个 很厉害的 很清明的包装 当中也包括了他到东市的时候 在果园跟梨农互动 在互动的过程里头 他在拆这个东市很有名的 这个秋香梨的过程 看到记者在地上蹲着 他还 我们看这个画面 有灿烂掉下来 所以都是这些漏网镜头的花剧 其实可能一般民众看这个 还蛮喜欢的 不一定都要看一些政党攻防 他甚至还拿着 然后看到有一些 蹲在那边采访的记者 还给记者来吃 所以这些都是最近侯友宜的 整个选战策略当中的 这些短视频 清明的这些花絮 来进一步包装他 过去没有展现过 形象的另外一面 当然侯友宜的气势 是不是在这些 各式各样的更多的议题 更多的包括核电 包括这些地方的固盘 短视频等等气势 有没有起来了呢 有没有底气建筑了呢 现在民进党方面 比如说在台南 因为先前到台南 台南总统要赢 台南的绿委 绿营的绿委要六席全上 朱立伦打脸说 没这种事情了 而且现在侯友宜 除了有王金平组织的 这个先前的支持的分身之外 现在前国大代理议长 曾经让 现在也要成立 国大的挺侯后援会 那么最近就即将要 在台北天成饭店来组成 预计有150位 前国大出席乡庭 那大概是老一辈的 但是也会有一些 那么一个族群的 这个支持的势力 当然对比我们看现在 郭台铭跟柯文哲两位 因为这季前阵子 柯文哲可以说是 大幅在切割 郭台铭 所以是不是有一种 两人气势 互相切割的影响呢 那么特别是 在郭台铭方面 那么对于郭柯会 是不是破局 郭台铭没有回应 但是却有表达了 在他的这个造势场的胸说 柯文哲八年没做的 我来做 是不是也有点展示 他的这个决心魄力 但是在此同时 柯文哲部分的前幕僚 却披露了过去四年前 当时原本 郭台铭跟柯文哲 草论是否要登记参选 但是在最后一刻 登记截戟前 郭台铭突然不完了 然后于是 潘俊宁就说 这位幕僚说 四年后觉得有人会再相信 或柯文哲会再相信 郭一次吗 所以郭柯之间 现在很明显的 还是有各式各样的杂音 在两人中间 包括郭台铭 这个造势活动 虽然真的很多人 包括先前在屏东跟苗栗 但是后来这个空拍照 还是删除了 有网友指出 说是有不少的空译字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 气势锐检的说法呢 而且这个气势锐检 是不是包括朱立伦 先前也想整合郭台铭 现在感觉苗头不太对了 那么郭台铭最近的 这个两场的部分的造势活动 也有评论认为是失败的 那么主要还是在于 这两场动员 加速了国民党中央的危机意识 国民党现在对于地方的这种抓紧抓 不让他们靠近郭台铭 是不是现在国民党也越走越深了 那么现在当然 有关于郭台铭的部分的参选 国民党内的挺郭派人士 是不是会收手 有评论说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现在包括陈玉珍 也跟侯友宜合体拍照 是不是会进一步 跟郭台铭的部分的距离 大家也在观察当中 至于柯文哲的部分 现在是这样 民调是不是有些低落 吴子佳的一个七月份的 内参民调当中 那么把柯文哲放进来一起 他说这个没有公布 他说柯文哲现在有可能 已经掉到22% 侯友宜在20% 而且在误差范围之内 首先我和杨明 是不是侯友宜这个气势 你觉得真的有起来吗 你整体观察 如果跟五月底到六月初 这段时间比 侯友宜当然是比 那个时间点更有自信 而且身边的小机友 比较愿意靠在他的身边 但是你说这样就够了 不够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所有坊间的 公布的民调 侯友宜基本上还是第三名 基本上即便是你看 这个吴子佳董事长 他说内参民调 他都还是落后 只是说已经在误差范围内了 但是现阶段 老实说 其实我都看不懂说 现在到底在野阵营 你们这三个大人 就是你们为什么在那边抢 有点像是在抢那个乞丐的霸主 还是乞丐 你们没有人有能量 可以挑战赖清德 现在看起来就是赖清德 最喜欢的样子 就是在野阵营分裂 然后厮杀的你死我活 然后比如说郭台铭说 克文哲做不到了 八年做不到 我来做 我想说郭台铭是要选台北市长吗 我想说这句话 郭台铭是不是讲错了 你可以说 所有在台湾 中央政府做不到的 你如果是要选总统 应该是说 所有这些政治人 我选不到的 我做不到的 我来做 中央政府 对 因为他抢到的是 那个关渡平原的开发案 但是有很多 老实说有很多的问题 真的都不是用嘴巴讲 比如说在野要不要整合 要不要团结 今天绝对不是用嘴巴说一说 就可以团结的 都不会 那个都要看 有很多事情要看现实的考量 包括选战的策略等等的 所以现阶段 侯友宜当然他利用假日的期间 去中南部 long stay或什么的 其实不要long stay show stay 就是大概都是两天一夜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对侯友宜当然有帮助 但是不要忘记了 中南部 你侯友宜 目前我看到很多份的民调 即便中南部 侯友宜的支持度 甚至低于柯文哲的时候 所以侯友宜现在是一个 拉警报的状况 如果可以拉回来 那对侯友宜 对国民党当然是一件 相对来讲是好的事情 可是呢 问题就在于说 你现在不要忘记 你现在还有一个包袱 背在身上叫什么 新北市长 就是你总不可能把新北市政 都抛在一边 每天在中南部 不可能 很多人说你可不可以常常来 问题就是你还是一个新北市长 是不是快要请假了 侯友宜 说请假最快也要等到 去美国访问回来 9月底以后 所以这个短期内 你没有办法请假的状况下 你用这种方式 那你就要祈祷新北风调雨顺 然后没有天灾人祸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要祈祷科文哲民调 一直排在第二名 为什么 因为你排在第三名的时候 民进党不会打你 你看最近新北发生的一些 地方的一些事情 包括有枪击案 有什么 现在新北的议员 民进党议员都不会打了 都不会打了 可是问题是 当你的民调上去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还不打吗 一定打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你变成你在跟老天对赌 你在赌 你的新北要风调雨顺 这个是侯友宜的包袱 当然讲到郭台铭跟柯文哲 老实说我觉得现阶段 基本上就是 等于是谈判破裂 现阶段的谈判破裂 因为彼此都在放话 柯文哲就说我要删选到底 透过媒体访问的时候 我要讲我要选总统 我会选到底 那郭台铭 当然人家也不是吃素的 对不对 他现在每天办这个造势活动 现在他预计好像还有八场 要在全国各地去办 那他还是有他的一个策略 或者说他有他的步调 那他总不能到现在就说 不好意思 那你们就不跟我合作 那就算了 那我就不要选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他现阶段 他一定会把他走到最后一步 再来看整个情势 来决定他的下一步 那现阶段再也 我就觉得 赖兴德搭飞机在美国 现在他应该是做梦也会笑 他觉得我在美国 虽然老美这个AIT来接待的 不是上飞机来接机的 不是AIT的主席 所以他还是觉得 看你们在野阵营 互相打来打去 我真的是放心了 这个是 家庆现在一方面请你来谈一下 后友谊 当然同学也要请你多谈一下 现在在郭柯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慢慢的 在整体来说的话 因为他们不合 所以因为他们不合 所以在野的合作的机会 有点变小吗 你怎么看 是 原来一直希望所谓团结 所有可以团结力量 去下架贪腐集团的这个事情 现在看起来是分道扬镳 各做各的 甚至在郭董事长这方面 现在很多人都还在看的 重点是说 那他真的会玩到底吗 因为这个很快就是要 一翻两瞪眼 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 他如果真的9月中 就是9月14号开始 他可以联署的那个时候 他真的会展开独立参选的联署吗 因为如果要联署的话 他的副总统就要先公布了 是 副总统跟总统就是 中华民国第16届总统 你参选人郭台铭 以及副总统某某某 要争取联署 所以大家来给我填一份联署书 他如果一旦超过29万的最低门槛 或许可以到达290万 I don't know 但是他那个上面出来 大家签了 你那个跟大家等于 已经有一个互相彼此的信赖保护了 就是说一旦 比如说我联署给上志哥了 那你就一定要选了 那你这个副总统 白子黑字写在上面了 你到时候怎么去跟人家交换 比如郭柯佩 柯柯佩的话 好像就都已经在法律上 都没有办法走得通了 因为其他的政党 不管你说是侯市长 或是说这个柯文哲 他们也都是自己党内的提名程序完备了 也都是一个法定程序 去走完的一个状况下 你不可能说 今天你看我这个连署完了 我这个气势这么多 假设他有290万 就高过最低门槛10倍 这个他拿出来给大家看说那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重新来瞧 那这两个党都还有他们自己的 法令程序完备之后 如果真的要跟你瞧 第一凭什么 还是很多细节很麻烦 技术性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走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这么简单 可以克服的问题了 也不是说你这个站在台上 大家看到知道你这个 92亿的鸿海鼓励 我上次在这个 前天在大白话说 我说这个大家给他拍手是 爱的鼓励一起来 那个鼓励是一语双关的鼓励 大家等于看到一个 移动的大铺满在这样走 那国民党现在会 这个还去帮他 地方人士要接近 然后要干什么的 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你看到像徐耀昌 钟钟景他们这一挂是 明显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跟朱立伦意见相左 而且那个积怨到现在划不开 所以才会认真的去喊说 这个下架国民党 国民党对苗栗不是很好的 这个状况 这个是放在心中很久的事情 心里话 对 我想我们很多人认识 徐县长 徐耀昌 他不是会讲错话的人 好不好 那再讲回来就说 好 侯友宜的种种 侯友宜他现在自己在 包括在台南你说 这个巴 这个 还有说买菱角 跟大家说喜欢吃菱角 这个事情 我个人是觉得挺可爱挺有趣的 可是其实我还是会觉得说 他的幕僚可以再为他 细一点的去准备 比如说你在吃菱角 比如说你去台南 你就应该把能源政策 再讲清楚一点 就是说大家会有疑虑的那些东西 再讲清楚一点 比如说你的幕僚如果够细心 你可以去帮你查一下 同样的一斤的这个争菱角 去年是多少钱 前年是多少钱 今年又是多少钱 那为什么今年涨这么多 因为这种菱角的地方 民进党很多拿去给他铺光电板 做太阳能发电 跟时目与余温一样的状况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的能源政策 如果再这样再剖析一次 大家会更有感 更直接 也就是说当现在 你要凸显自己能够强 我会觉得说你是结合你的行程 有限的行程 跟你的这个真正的能源政策 还有你其他的贴心的 整个合在一起的气势 比如说你到哪里 这个哪里的立委 又跟你这个发联合文宣 合挂看板第一面接牌 在台南或嘉义 那个气势就会不一样 而不是说像什么曾经让 我跟大家说 我们认识曾经让 那是因为我们跑新闻认识 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包括国民党又要选立委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曾经让是谁 OK 请教侯卫 我们看 其实刚刚我们看这短视频 还是蛮人印象深刻 因为这个是柯文哲最早有这一类 现在侯友宜跟上 效果感觉真的还不错 平心而论 赖清德跟郭台铭 现在还没有这一类的 随形的短视频 你怎么评估现在 是不是现在侯阵营 金小刀的破坏力降低了 以及整个党跟 我们看党跟侯阵营的 这种搭配度 已经比较稳定了 你怎么评估 所以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现在侯友宜的 选战策略有几个调整 第一个他非常强调 侯友宜的平民化 譬如说你看他吃麟角 说这是我的肩骨 虽然可能很多年轻人 尤其北部年轻人恐怕连 顶角都没有看过 可是问题是 这个你到了中南部 大家共同的记忆 那你可以看到他这种视频 像他去日本的时候 有没有他去买泡面 有没有就是泡面越吃越热 然后西装都脱下来 继续吃泡面 这个都是显示他的一个 平民化 他的庶民化的一个这种形象 这个是非常软性的 那他跟这种你讲一些公共政策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就是 他做了一个调整 另外他现在强攻中南部 你看他最近几乎都是往南部走 台中 台南 高雄 那大家一直说 这个侯友宜是不是跟 特别跟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不合 可是你可以看到 像台中 我就说前两天他去台中 台中的两大派系 红派 黑派的 掌门人通通都出来了 所以台中的派系一点问题都没有 高雄也是 我觉得当这个王津平王院长站出来 那当然很多人说 现在高雄最大的派系就是局系 然后现在就是陈其迈 对不对 可是就这个国民党的传统的系统里面 高雄也没有问题 那在台南也是一样 所以也许我们到现在为止 可能比如说大家看到云林 或者是屏东 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些整合跟疏通 还有花莲 对 花莲 但是在这些主要的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并不如大家说的 地方派系都不要支持侯友宜 地方派系都不认识侯友宜 那他事实上慢慢一步一步的告诉大家 让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稳扎稳打 因为对侯友宜来说 事实上侯友宜的愧靠 还有他的一些 他的肢体语言 跟中南部是很合的 所以刚刚讲除了你说他吃菱角 他或者那个蛤啊那个壳对不对 还有前两天他不是在那边 那个就在肉摊吗 也有模有样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 今天一下子学学不来的 那所以今天就说 你要特别的彰显侯友宜的优点 而要慢慢隐藏他的缺点 因为说实在一刚开始 侯友宜的棋手部是在网路跟校园 其实被修理的蛮惨的 所以让他去先从他的一个 比较熟悉的这些场域里面 去发挥他的平民化 去发挥他的这种影响力 可以发挥他的接地气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 继续的走下去 我认为他的民调 还是会慢慢的提升的 确实是 侯友宜现在有更多 亲民的部分的做法 你看我连我们电视上 都很爱讨论这一点 不只是民众爱看的短视频花絮 是不是赖清德跟郭台铭 也要赶快跟上了呢 请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闻大白话